哈喽,大家好,我是马瑟州,和我们今天的玩具测评,本期是一期特刊,咱们今天介绍的是一本书,那这本书的话呢,就是宇宙的巨人西曼的玩具收藏手册,He-Man Masters of the Universe,好,那么这本书的话呢,出版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那么这一系列书的话,一共出版了有很多本,有的是这个画册,还有这个故事梗概,还有一些这个漫画的介绍,而这本书的话呢,就是如果你非常喜欢西曼的玩具的话,这本书一定是这个不可多得的这个佳品, 那么他的作者的话呢,是这个Pixel Den,那么他也是一个YouTuber,和他的一些这个朋友们,那么也是这个搭着一起这个集思广益,那么出的这么一本书,那么里面图片的话也是非常的精彩,我们待会就来看这本书,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,好,首先这本书的话呢,是一个硬皮的版本,我来看一下,这是一个硬皮的版本,而且是非常的重啊,那么他大小有这么一个对比,那么来看一下,比如说这个的话,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GI州的这个Ultimate Guy,我这个的话呢,是一个出版,我们来看一下,那么他大小有这么一个对比,那么来看一下,比如说这个的话,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GI州的这个Ultimate Guy,我这个的话呢,是一个出版 他大小的话呢,是比他大书这么一个轮廓去,而且这个薄厚度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啊,那么基本上是比他是厚了两倍有余啊,那么另外的话呢,就是在咱们这个中文圈的话呢,也有这个GI州的宝典,我们来看一下,那么他们的大小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是这个西曼的话呢,要比这本书的话呢,要稍微的大一些,他们的这个薄厚度的话呢,也要稍微的厚一些,这个特种不对的话呢,他的这个页数,这本书的话,应该是300 我们来看一下,应该是三百四五十页吧,好了,三百五十页在这里啊,而这本书的话呢,就是西曼这本书的话,他的页数一共有七百多页,整整是多出了一倍的内容啊,我们来看一下,所以说的话,应该是这个纸张,要比这个的要薄一些,我们看到一个有页码的,我们来看一下,他是有这个七百多页啊,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这个七百五十页啊,所以这本书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, 有料的,好的,我们来看一下,首先的话呢,这是一张小的纸品,这张纸品的话呢,是这个本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,有这个插头啊,等等,那么是一个介绍,那么这本书的定价的话呢,我们看一下美元的话呢,是59美元,加币的话是78,这本书的话,现在亚马逊的话,应该是卖35块钱,那么其实价格是非常便宜的,买的时候的话呢,他也有这个外边的这个塑料包装,所以说的话呢,是非常的可以值得,拿来进行一个收藏,比起这个 这本书的话,已经炒到天上去的这个价格,这本书的话呢,现在说的话,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,而且如果你喜欢玩具的话,我首推这本书,好,那么上面来看一下,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内容呢,首先他介绍老板的所有的玩具,包括这个内包装啊,还有玩具本身,以及这个近代的玩具,也有一些涉猎啊,所以说,如果你喜欢西马尔,这本书绝对是够用的,我们来看一下,风会就非常好看,这个是一个,这个Cassel Grey, 然后是这个,这个Heman,还有这个Battle Cat,还有这个一些经典的角色,Toys of He-Man,那么就是西曼的玩具,An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,和这个宇宙里面的这个能者们啊,好的,然后这个地方,also include,也包括什么呢,也包括这个featuring Shira,就有这个西瑞也有,好了,我们鲜少需要打开,好了,首先呢,就仿佛啊,进行一个西曼的冒险一半啊, 这个峰会的话呢,是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,非常有这个当时这个您带感,然后我们打开这本书的话呢,那么,呃,打开之后的话呢,我觉得每一页的话都是制作精良,因为这个YouTuber本身Pixel Dan的话,我也是他的一个粉丝,我特别喜欢看他的节目,他的话呢,也是这个爱好广烈,什么都玩啊,跟我一样,我也是什么都玩,那么他的话呢,就是独爱这个西曼,跟我有点不一样,我是独爱这个,这个,这个,呃,G.A.州拓整部队,那么西曼的话,我来看一下,这些的话都是所有的这个, 这个玩具女神,然后里面不但有玩具介绍啊,还有这个相关产品,这边的话呢,是这个目录,我们来展演,那么包括这个82年的玩具啊,interview的话,就是一些采访,一些重要人物的一些采访啊,还有一些这个时间线的一些文章啊,等等,包括这个princess of power,这应该是西瑞系列啊,然后再往下,等等等等啊,这本书的话呢,是非常非常的有量,如果你想页页读啊,的话呢,我觉得没有这个一个月的时间,完全是读不完这本书的,好的,我们来看一下, 那么这本书的话,也非常有这个特点的一个轴卷,是一个当时那个年代的轴卷了,好的,那么知道西曼玩具的话,其实有这个西曼的这个玩偶啊,还有这个他的这个载具,当然还有这个变形弹,变形弹,没错,这个mini orb,叫做流行弹,也是这个西曼的一个分支啊,那么这个书为什么好呢,首先的话,他有这个玩具的介绍,然后有这个正面的这个玩具本身,另外的话呢,这个玩具的背面这个卡板的话,他也有进行一个涉猎,非常的不错, 然后下方的话呢,还有一些这个玩具的一些介绍,还有一些稀有度啊,有的时候会有一些,比如说这个玩具有两三个版本,他都有这个提出来啊,好,而且的话呢,这个这个大小的话,差不多就是,呃,比玩具要稍微小一点,他并不是一比一的大小,如果你把玩具比那边的话呢,是稍微的,图片要稍微小一点点的,但是的话,这本书的话,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手,我平时也非常喜欢看啊,但是 确实没有职业周刊,那么职业周刊的书的话,我都反复都翻烂了,这本书的话呢,还是挺新的,偶尔看一看啊,好了,西脉,这个是一个这个,有这个作战盔甲的,Battle Damage Armored,好了,我们来看一看, 然后他的每页的话呢,都会有一些啊,精美的图片,这个的话是一个收藏的一个龙啊,可以把这些人物的话,挂在上面,这个我之前有啊,那么后来的话,其实西脉的玩具的话,我之前卖出去不少,那么现在的话也在收很多,包括今天早上起来就收了一些,好的,然后这边的话呢,是一些这个Ted Mayor的采访,然后还是不错的,那么如果想得到这一些背景知识的话呢,或者是一些这个设计者的一些想法的话呢,这本书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单的嘉宾, 那么只不过如果大家要读这个,如果只是读中文的话呢,可能看不懂,但是也没关系,你不看英文的话,看图片的话也是非常不错,这边说的图片印刷是非常的精良的,好了,那么这个霍达克,这是这个希瑞的养父啊,好了,希瑞的话也曾经多次放过他,好,Castle Grey,比如说你还买这个Castle Grey这个城堡的话,那么你的上面的配件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比对啊,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对手色,然后上面的话是有一些稀有多, 包括这个盒子的手绘峰会啊,那么都会有进行一个设立啊,非常的好,好了,我们快速翻一翻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啊,这本书的话呢,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,巴克他所有的周边都有件,包括变形带啊,他都会设立的很齐啊,好了,如果我们这么翻的话呢,可能就是,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视频,我觉得可能得翻个一个小时啊,我们就大概齐作笔成样,然后给大家看一看,这本书的话呢,我觉得 如果你特别喜欢西班的话呢,他一共出过不是四本,应该是五本书啊,你可以都买,如果但是你只是想玩玩具的话呢,我觉得这本书的话绝对足够了,好的,那么我们来看一看,这些的话都是我曾经用了过的玩具啊,然后的话呢,是一些这个interview,那这的话就是,比如说看黑底子的话呢,是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,等等,然后下面的话是进行一个回答,哎,非常的不错啊, 好的,然后包括这些插画的话呢,应该都是以前没有的,那么进行一个设计,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看的,好的,Hordak,那么即使你对周边玩具不太了解的话,这些主要角色的话,应该咱们也很熟悉,好的,我现在就是跨页来翻了,因为他实在是太多了,这里边的话呢,是一些这个这样的介绍,我们看一看,他基本每个节的话呢,是玩具介绍,然后的话呢,会有这样的一个,比如说啊, 不同版本的话呢,他也有进行一个涉猎,应该是这个,这个西曼的一个豹子,是有不同的版本,还是比较稀少的,那比如说,如果大家去这个逃货的时候的话,有这么一本书,如果体验研究一下的话,可能会收到一些比较稀少的玩具,那么这本书的话呢,是不单单对老板玩具的话呢,有涉猎,比如说85年到这个西瑞这系列了,我们看一下,这个都好像玩具,当时都没有怎么见过,对不对,这是西瑞系列的这个玩具,我也是在逛天的时候,偶尔 会看到,然后,再往后的话呢,还会有一些这个更新的这个玩具,好了,我们再往后来看,对,然后这都到了这个2000年了,那么2000年的话,应该就属于一些新品了,那么一些复刻系列啊,有的是也不发一些精品,然后2002年这样啊,那么他会逐渐往后,那么后面的话,都是一些这个新品, 所以说的话,他涉猎是非常广的,应该是到这个2019年啊,都有包括这个玩具啊,比如说这款这个Castle Grid的话,就是一个全新品的Castle Grid,它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手绘峰会啊,所有内容进行一个比对,所以这本书的话呢,我觉得是非常赏据月墨的,有的时候你发现玩具很贵,但是如果你可以拥有这么一本书的话呢,其实看过书,过过瘾也是可以的,因为玩具的话呢,必须年代就会容易去损坏,而这个书的话呢,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没见过,就看一看,其实也可以的,好,包括这款这个 就是一个2014年的这个出品,那么首次出品的话是2014年,那么是个Evil Horde,这个Member of Evil Horde,好的,然后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全,这个全的话,令人进行一个发指啊,因为这个Pixote,包括后面看,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美丽的这个峰会啊,包括这个地图啊,当时这个世界观脉络啊,这本书的话,应有尽有啊,包括所有人物的这样一个海报啊,所以这本书的话,平时我真的是,还是看的少,应该在 多看一看啊,这样的话才可以收到更多的西蔓的玩具,因为现在的话呢,美国这边地摊啊,开始都摆出来了,很多有的稀奇的玩具的话呢,卖家也不知道,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能捡到漏呢,对不对,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别人不知道的这些玩具的背景知识啊,才能捡到漏,这个的话就是这个新的这个Snake Mountain,那么我们来看一看,其实非常不错的,我觉得新货的话呢,比老货的话有更多的这个张力和细节啊,好的,那么一直到后面啊,那么 这些都是这个全新品了,西蔓的话呢,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啊,出新的,对我的话也是有一些节目,那么后面的话呢,是对这个Pixel Day的一些YouTuber做出贡献的人的话呢,一些这个图片,包括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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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stin Curry,我也是他的粉丝,他主要是GA州啊,特别喜欢收藏,里面有很多的这个YouTuber,那么这个是后面的这个五本书啊,五本书的话呢,有这个画集,有这个漫画介绍啊,故事梗干介绍啊, 当然我首推的话呢,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啊,他后面的话就是这个Snake Mountain,那么有始有终啊,这个的话也是非常酷啊,一中一协,好,那么这本书的话呢,其实我是非常的这个加以推荐的,那么是非常超值啊,超重量级,有超多的料,而且的话,现在还能特价35块钱,对不对,非常的值得进行购买,好的,我们下期见,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下期再见。